大家好,欢迎来到沉香醉梦,关注身心健康,创造美好生活,我是小梦。 相恋四年的女朋友,有个关系特别好的男闺蜜,俩人亲密到睡同一张床。 我提出抗议后,她去骂我,我跟陈宇从小一起长大,就像是亲人一样,躺床上又没做什么,你真小心眼。 可她不知道,她和陈宇在酒吧玩游戏亲嘴的时候,我就坐在隔壁卡座我去酒吧,却意外看到我女朋友跟她的男闺蜜在亲吻。 回去后,我向许愿要解释,没想到她先炸毛了。 裴怀男,你的思想能不能别这么龌龊,我玩大冒险,输了他们让我亲的,那就是一个游戏而已。 我跟陈宇从小一起长大,就像是亲人一样,亲个嘴又没做什么,你真小心眼。 我握紧拳头,额头青筋浮起。 我跟许愿在一起四年,许愿和陈宇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没边界感了,他们经常喝同一杯奶茶,吃同一碗饭,还穿情侣装。 有时候陈宇过来找许愿,见他在睡觉,直接掀起被子说要跟他一起睡。 当我是死的,最过分的是,陈宇平时会找我要零花钱,我一般会给他转八万或者十万,到账后他顺手就转给陈宇了。 后来,我发现我给他的钱大部分都进了陈宇的口袋。 只要我一问他,他就跟我发脾气。 陪怀男,陈宇是单亲家庭,最近经济不太好,我给他转点钱怎么了? 他肯收下你的钱,是你的福气。 以前的我可真蠢,他一生气,我就心软了,傻乎乎地替他养着所谓的男闺蜜。 行,是我龌龊,是我小心眼,分手。 你就是跟他把嘴亲烂了,都跟我没关系。 许元没想到,我会跟他提分手,愣了几秒就嘲讽地说。 陈怀男,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,你会舍得跟我分手。 我喝了一声,大步朝外走,老子稀罕他的屁。 扎鱼,我涂他什么? 涂他会跟男闺蜜亲嘴,还是涂他把我当成万年舔狗户来喝去? 我刚回到我的大别墅,就看到许元十分钟前发的一条朋友圈,是一张截图。 某人上次跟我吵架,结果在小区逛了一圈,就屁颠屁颠回来,求我原谅他,他的闺蜜还在下面问。 笑死,原谅你说陪怀男这次是几点回去啊? 许元得意洋洋地回复,最迟明天早上,他就会买我喜欢的早餐回来求着我吃。 我冷笑,许元笃定我会回去找他,他可真把他自己当成香伯伯。 我呸,吓头女。 许元没想到我不仅回去找他求和,还把借给他的房子和车收了回去,打电话来骂我。 我不以为然,那是我的房子和车,分手了,当然应该还给我。 许元的家庭条件一般,一家人全挤在一间屋子里,他跟我抱怨后我就把我名下的一套房给他住了。 后来他又说上班总是要挤地铁很不方便,要我买辆车给他,我就把车库里的保时捷911给他开了。 许元气急败坏地骂我,陪怀南,你有什么了不起的,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,寄生虫,陈渔比你好一千倍一万倍。 我笑了,他那么好,你就去找他去,别来找我。 听到我这么说,许元又觉得他可以拿捏我了。 陪怀南,说来说去你就是吃醋,简直是无理取闹。 许元,你脑子有坑吧,我再次通知你,我们分手了。 说完,我就挂了他的电话,很快他又打了过来,我直接按掉了。 之前我们吵架,他也总是按掉我的电话,原来这种感觉好爽啊。 在一起的时候,许元总是扑我,说我这不够好,那不够好,还不准我跟朋友出去玩,说他们都不是什么好玩意。 我要听他的话,我才能变成一个好男人,我信他的鬼。 跟许元分手后,我的生活过得很潇洒,下班后要么就去健身。 要么就去赛车,有时候就跟兄弟出去喝酒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自由自在。 再也不用24小时捧着手机回复他的消息,因为我要是没有秒回,就会被他说不爱他了。 也不用看他的脸色,猜他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,要不要送点礼物哄一哄。 我发现没了许元,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快乐,完全没有失恋的阴霾。 想想也是,是我甩了他,又不是他甩了我。 一个破女人,我有什么可阴霾的? 我还去理发店换了个新发型,看起来都英俊了不少。 晚上,我约发小张伟出来喝酒,他问我,你跟许元真的分手了? 我点点头,当然,不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吗? 其实许元一开始还不是这样的,四年前,他还在读大学,在音乐餐厅兼职弹钢琴。 我对他一见钟情,之后就开始追求他,确定关系之后他会给我支围巾,还会给我做饭送来公司。 后来渐渐的他就变了,变得虚荣物质,尤其是一碰到陈宇的事,他就像是被戳中了废管子一样跳脚。 为了跟他在一起,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忍耐。 现在老子不想忍了,他爱谁谁,关我屁事。 我年轻帅气,事业有成,何必吊死在他这棵树上。 下一个更好,下一个更乖。 张伟哈哈大笑,别人失恋都是憔悴的不行,你看起来倒是挺意气风发的。 我怂怂间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 之后我一头栽进去工作里面,以前只要许元给我打电话,我立马就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赶去找他,因此还黄了不少项目。 想到了这里,我都恨不得踹自己两脚。 傍晚,我跟客户约好在餐厅吃饭。 我提前到了餐厅,没想到遇见了许元跟他的两个闺蜜。 看到西装革履的我,许元的闺蜜们不屑地切了一声。 我无语,真会气啊。 圆圆,他该不会是跟踪你吧? 我还以为他多有骨气呢,结果还不是眼巴巴来找你了。 许元的脸上也浮现出得意之色。 显然是赞同他两个闺蜜说的话,以为我是过来找他复合的。 许元傲慢地抬起下巴,这次他要不给我当众磕头认错,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 我就坐在他们隔壁桌,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 他这两个闺蜜平时就嘴碎爱搅浑水,有时候他们组局吃饭,知道我会过去买单,就雇一点很贵的菜。 其实这也没什么,我并不计较,他们恶心的地方就在于花着我的钱,嘴上还说我赚的都是黑心钱。 许元跟他们走得近,其实就是物以类聚。 顿时,我眼里露出一抹金光,我突然看向他们,汗手点头。 他们轻蔑看了看我,然后转头跟许元对视了一眼,像是在算计什么。 没过多久,他们就叫来了服务生开始加菜,还开了一瓶好几万的红酒, 肯定是觉得我会为了讨好许元等下去给他们那桌结账。 这时,我的客户打来电话说临时有点事,来不了,被放鸽子,我很不高兴, 但一想到许元他们等下的反应,心情就变好了。 许元跟他的闺蜜吃完饭,就一直望向我这边,就岔开口叫我去结账了。 我慢悠悠地切着牛排,享受美食。 吃饱后,我优雅地擦了擦嘴,准备离开。 许元跟他的闺蜜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餐厅是我开的。 见我要走,许元终于急了,上前拦住我。 陪怀男,我们这桌的餐费你去结一下。 我单手插在裤袋里,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许小姐,你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被甩了的事实吗? 许元的表情错愕,片刻后又狠狠地瞪着我。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,好像委屈得不行。 他总是这样,明明是他自己做错了事,却一副我对不起他的样子。 我看着他的眼泪,心头毫无波澜。 还别说他这个演技挺适合去娱乐圈混的。 许元的闺蜜坐不住了,站起来讽刺我。 陪怀男,你还是不是男人? 不就是一顿饭,你抠抠嗖嗖的,可真小气。 就是,亏你还是上市公司的总裁,这点钱还要斤斤计较。 我扫了一眼他们的餐桌,点的都是餐厅里最贵的菜和酒,账单至少要十万起步。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,凭什么给你们花? 另外,我说过了,我跟许元已经分手了,你们两个年纪轻轻地听力就不行了。 他们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。 这两个女人是什么货色我很清楚, 前不久还缠着我,让我给他们介绍富二代男朋友,也不去照照镜子,长得丑倒是挺敢想的。 正说着,就看到陈宇怒气冲冲地朝我走过来。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,你敢欺负元元,看我不打死你。 他抬起拳头做事要来打我,我直接一个过肩摔,把他摔在地上, 刚好我最近总往健身房跑,没少锻炼身体。 吃软饭的东西,你也配跟我动手。 许元立即蹲在陈宇身边,紧张地问, 阿宇,你伤到哪里了? 陈宇面露痛苦壮,没出声,仿佛伤得很严重。 许元恶狠狠地抬头瞪着我。 裴怀男,阿宇要是有什么事,我跟你没完,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。 我笑了。 许元都看到了是陈宇先动手要打我,难道我得傻战被他打? 开什么玩笑,我跪着呢? 而且,我跟他在一起的这四年里,一旦我跟陈宇发生什么矛盾, 他永远都是帮着陈宇骂我,可我才是他的男朋友。 以前的我可真是个脑残,还好我及时止损了。 你不理我最好,我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。 一对狗男女也把自己当盘菜。 我看向服务生,餐费他们要是敢跑单,就报警。 好的,老板。 许元跟他的两个闺蜜目瞪口呆,这才知道餐厅是我开的。 我没再搭理他们,开着我的法拉利走了。 从后视镜中看到许元追了出来,但被呛了一口尾气。 当天晚上,餐厅的经理就跟我汇报说许元他们那顿饭吃了14万,是他们AA凑出来的。 结账的时候还吵了起来,争执谁吃的多一点,要多给一点钱。 我笑得肚子疼,平时都爱装,结果就这副德行。 第二天,我正在给员工开会,助理就急匆匆走过来,低头凑在我耳边说, 裴总,外面有几个人在闹事,说是您的女朋友跟他的家人来找您的。 我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,让他们进来。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,我看到许元跟他的家人走了进来,还有几个我觉得陌生的面孔,应该是他家的亲戚。 他们一群人像是来找我算账似的。 这四年来,我不仅养着许元,连他全家也一起养了。 他爸爸中风瘫痪,需要一直看医生吃药,我每个月会给他妈妈转20万。 还有他弟弟的工作是我介绍的。 率先开口的是许母,怀南,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。 我女儿一向很乖巧懂事,品行端正,什么事都没做错,凭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。 许元没地方住后就回家住了,许母知道他跟我分手后很生气。 我淡淡地看着许母,他过来找我的目的我很清楚。 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棵摇钱树,要是没有了我,他就失去了经济来源。 紧跟着他的亲戚也起哄,你们这些有钱人就喜欢瞧不起我们穷人。 你这个负心汉,要是敢欺负元元,我们跟你拼命。 我皱起了眉头,这是在公司,有不少员工在围观。 这件事要是没有处理好,会损坏我在公司的形象。 当我正犹豫着要怎么解释清楚时,就听见许元指责我。 裴怀男,你吃醋就吃醋,为什么要发疯跟我分手,你是不是劈腿了? 我被他气笑了。 好啊,他说发疯,那我就封给他看。 许元,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,既然你都不要,那我也不用给你留着了。 我拿起手机,简单地操作了一下电脑,不一会儿,投影仪上面就开始播放视频。 是那天晚上,在酒吧许元和陈宇亲吻的画面。 许元没想到我还录了视频,脸色煞白,惊慌失措。 我看着他,冷冷沟醇,他不是说他跟陈宇亲个嘴没什么吗? 那他又在怕什么? 一行人瞪目结舌,表情十分精彩。 我看着许元,冷吃到,这是你说的乖巧懂事,品行端正的女儿。 许元气得一巴掌抽在许元脸上,许元捂着脸哭了起来。 许元的弟弟许盛也推了下他的肩膀。 都怪你,要不是你不知简点跟陈宇不清不楚,姐夫也不会不要你。 我看向许盛,不要叫我姐夫,我跟你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许元用一双哭红的眼睛看着我。 怀南,你相信我,我跟陈宇真的是清白的,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,你别跟我赌气了好不好。 我真想劈开他的脑袋看他里面都装了什么些东西,是到如今他还以为我是在跟他赌气。 赌你妹,我懒得再跟这些人纠缠下去,于是把保安叫了上来,把他们几个人给我带出去。 以后不准他们进公司。 是,裴总。 许元还想再跟我说点什么,但保安根本不给他机会,就这样,他们一行人被带了出去。 开完会我回到办公室,就接到了张伟的电话。 于同从国外回来了,我们约了他,今晚出来聚一聚,你来不来? 于同,严格说起来他其实算是我的亲媚,可他很不喜欢许元,自从知道我跟许元在一起后,就跟我疏远了不少。 前几年,他出国留学去了,去,当然得去。 下班后我直接过去了,路上还买了一束鲜花。 没啥别的原因,主要是这几年,我跟于同没怎么联系,不能两手空空去。 因为堵车我是最后一个到的,进了包厢就看到坐在中间的于同,眼前一亮,退去了婴儿肥,他的脸蛋变得更加精致白皙。 不得不说,这丫头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 于同注意到了我的视线,朝我看了过来。 我上前把花塞给他,于同,欢迎你回来。 于同礼貌地跟我说一声谢谢。 我挠了挠头,我们的关系到底是疏离了。 也怪我活该,那几年就跟被吓了酱头一样,疯狂喜欢许元。 于同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点点不喜欢许元,我都会不爽。 我坐了下来,以前是我不对,于同,你要是还生气的话,可以扇我两耳光。 于同盯着我,扮想才说,你把这杯酒干了,以前你犯蠢的那些事,就翻篇了。 遵命,我端起酒杯一口闷,喝了点酒,气氛才开始热乎起来。 于同突然问,我听说你跟许元分手了。 是啊。 我举起酒杯,哥恢复自由身了,来,碰一杯。 于同没说话,像是想从我的神色中找出来什么失恋的蛛丝马迹,可都没有。 因为他出国前,我还在跟许元打得火热,一副非他不可的样子。 我明白他的想法,语气轻松地说,你这样看着我干嘛,谁年轻没爱过几个渣女呢? 于同笑了,跟我碰杯。 其实在我来之前,于同就从张伟那里知道了我跟许元分手的过程。 中途于同去洗手间的时候,张伟捅了捅我手臂。 我刚才听到一个狗血八卦,说于同以前喜欢过你,后来知道你跟许元在一起,就伤心地出国了。 我嘴里的酒差点呛了出来,确实很狗血,难以置信。 人家好好的一个黄花大闺女,别乱造谣啊。 张伟信誓旦旦地说,本来我也不信,可刚才看他看,你的眼神我就觉得是真的。 我觉得张伟就是在胡说八道,他自己恋爱都没谈过几次,纯粹是瞎说。 转念又想起来,以前读书的时候,于同每天都会给我带早餐零食,还会等我一起放学。 有男同学给他递情书,他看都不看,就扔掉了。 当他知道我跟许元在一起后那副失望的样子,我至今都印象深刻。 不过那会儿,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妹妹。 我跟于同聊了很多话题,到最后大家都散场了,我们两个还在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 吃饱喝足后,我们从酒吧出来,一抬头就看见许元站在我的车边。 这女人是打算阴魂不散缠着我了吗? 她的长发凌乱,眼睛红肿,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 我心想,就算她要走卖惨的路线,也要真的惨一点才行,掉几滴眼泪,惨个毛线。 一看到我许元就快步朝我走了过来。 怀南…… 许元的话说到一半就看到了我身边的于同,脸色骤然一变。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于同,一定是你勾引了怀南,她才会跟我分手的,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。 说着,她就要仰手去打于同,我皱起眉正要,去阻止,就看到于同握住了许元的手腕。 于同猛笑,见过过小脚的,还没见过过小脑的。 许元,明明是你自己跟男闺蜜不清不楚,现在又倒打一耙污蔑我跟淮南,你可真是又荡又利呀。 我告诉你,跟你分手,是淮南做的最正确的决定,她值得更好的女孩子,你配不上她。 我松了一口气,这丫头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半点亏都不肯吃啊。 还记得我八九岁那会儿非常调皮,有次故意拿剪刀,把她的小马尾给剪掉,她气得去找了剪刀,把我的头发剪成了狗啃似的。 还跑去跟我妈告状,害我被扣了半个月的零花钱。 我走上前,冷漠地看着许元,许元,你疯够了没有?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分手这两个字你很难理解吗? 许元一下子就哭了,淮南,我后悔了,我们不分手好不好?我不能没有你,我爱你呀。 交往四年,许元几乎不曾说我爱你这三个字,现在倒是脱口而出了。 但现在我毫无感觉,我要她的爱做什么,我只想她离我远远的。 许元气不成声,我不爱陈宇,我只是把她当成了亲人而已。 许元,你说这话也不怕咬到你自己的舌头,你爸住院前是我掏的,护工也是我找的,你去过几次医院,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陈宇一感冒,你就着急上火,还请假去照顾她,你对她比对你爸都上心。 许元被噎住。 我把余童拉在我身后,还有余童是我的朋友,你要是再骂她,就别挂我不客气。 文言,余童惊讶地看着我,然后我就拉着余童走了,留下许元一个人站在原地。 我们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,开车的人是司机。 上了车后,余童转头看了我一眼,我骂了你前女友,你没不高兴吧? 停顿了下她又补充道,不高兴也没用,我就觉得她该骂。 她的话音落下我就鼓掌,骂得好。 余童一愣,跟着就笑出声。 看见她的笑容我恍惚了下,想起张伟说她喜欢我的事,顿时觉得一阵口干舌燥,肯定是酒喝多了,后劲太大了。 不然我怎么会突然觉得很紧张呢?见鬼了。 刚回到家,我就收到了许元发给我的几十条信息。 真是风水轮流转,以前是我总给她发微信,她偶尔才抽空回复一句。 现在,我瞥了一眼,直接将她删除拉黑了。 之后我依然忙碌于工作。 这天下班后,我刚打算去健身房,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,让我回家吃饭。 不去,我跟朋友约好了,你爸也不回来吃,我跟童童做了一桌菜,等下吃不完。 我踩了下刹车,你说谁? 我妈笑笑说,我下午去逛街,遇到了童童,才知道她前几天回国了,我就邀请她来家里吃饭。 我妈一直很喜欢鱼童,小时候还开玩笑说等鱼童长大了,给我做媳妇。 鬼使神差的,我转动方向盘,朝家里的方向开去。 一进门,就看到穿着围裙的鱼童,端着菜从厨房出来,看了我一眼,洗洗手,可以吃饭了。 我点点头,耳边想起下午张伟发给我的消息,说最近圈子里有不少富二代在追求鱼童,让我抓紧点,否则就被别人下手了。 坐下来吃饭后,我看着我妈,她很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,我跟我爸都是事业狂,没有经常在家吃饭。 对了,儿子,童童在找工作,你看看公司有没有适合的职位,安排下。 我看了眼鱼童,不知道为什么心脏跳得很快,没问题,明天就可以来公司上班。 鱼童笑着说好,还给我加了一块牛肉,打趣道,老板,以后请多多关照。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我感觉鱼童似乎还挺开心的,我也挺开心的。 我忽然觉得张伟说她喜欢我的事是真的,必须关照。 我妈好像给我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,我假装不懂,低头扒饭。 有一说一,这菜做得真好吃。 我这个人的办事效率向来很高,当天晚上就给人事部打了电话,安排妥当。 第二天,鱼童就来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。 她站在办公桌前面看着我,你让我当你的助理。 我轻壳了几下,一本正经,我原来的助理请年假了,你先代替她,不行的话,再换别的职位怎么样。 事实上,是我让助理去放年假的。 鱼童点头,正说着办公室的门就被人猛然推开了。 裴总,不好了,您的前女友在天台说要跳楼。 因为上次许元来公司闹过,所以大部分员工都认识她。 我跟鱼童赶到天台的时候就看到许元坐在上面。 一见到我来了,她歇斯底里地朝我吼,裴怀南,你要是不跟我复合,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 我眯了眯一眼睛,你想跳就跳,别想着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。 跟许元在一起四年我太了解她了,平时割到手流血,她都要嚷嚷半天,怎么可能真的敢跳下去,无非是想用这种手段逼我跟她复合。 真搞笑,我早就不是她可以拿捏的人了。 许元的脸僵住,她坐在上面,摇摇欲坠,其实害怕到全身都在发抖,只是在强撑着而已。 这会儿听到我这样说,更是骑虎难下,她愤怒地抬手指着鱼童。 怀南,你老实告诉我,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,所以才对我这么狠心。 我面无表情地说,许元,我们之间会走到今天这一步,都是你旧游自取。 至于鱼童,我突然望向了鱼童,我确实喜欢她。 鱼童正了正,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突然跟她表白。 许元崩溃地放声大哭,她慌了。 怀南,我知道错了,以后我会改的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你不喜欢陈宇,我就不理她了。 我求求你,不要喜欢上别的女人好吗? 对于许元的纠缠,我感到无比厌烦。 许元,我对你的感情,在这四年里,被你一点一点地耗干净了,你改成什么样子,我都不会再爱你。 我握住鱼童的手,我现在只想跟鱼童在一起。 鱼童转头看着我,眼底浮现出震惊。 许元看着我和鱼童交握在一起的手,表情呆滞。 像是在这一刻,她才清晰意识到,已经彻底失去了我。 就在这时有人趁机上前,把她抱了下来。 许元坐在地上,肩膀颤抖,狼狈到不像话。 怀男,如果我跟你磕头认错,你能不能原谅我? 不可能,我不爱你,就算你把头磕破了,我也没有任何感觉。 说完,我没再多看她一眼,带着鱼童离开。 后面,是许元撕心裂肺的哭声。 我跟鱼童回到了办公室。 鱼童喝一口水后说, 虽然现在你是我的老板,不过陪你演戏是另外的价钱,今晚你请我吃饭吧。 原来鱼童以为我那样说是为了让许元对我死心。 我看着她,我不是在演戏,是认真的。 鱼童的脸先是一呆,然后渐渐染上飞红的颜色。 我吐出一口气,确定鱼童也是喜欢我的。 你要是答应做我的女朋友,别说请你吃饭,就是让我给你做饭,我也愿意。 说完这句话,我就变得很紧张, 比签下十亿的合同还要紧张。 我怕鱼童拒绝我。 鱼童盯着我看了好半天,才捂着嘴笑了。 你想让我当你的女朋友,就要好好追求我。 我一把抱住了她,笑着说, 我肯定好好表现,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之后我就开始追求鱼童。 可鱼童嘴上说让我追她, 实际上一点都没拿巧, 早就把我当成男朋友对待。 就这样,我跟鱼童正式在一起了。 跟许元在一起的时候, 我总要察言观色, 生怕自己会不小心惹她生气。 而跟鱼童在一起, 我感觉很舒服, 我想这才是真正双向奔赴的爱情。 我以为许元经历跳楼一事后, 对我彻底死心了, 但没有, 她每天会来公司找我, 当然她见不到我。 有时候她在公司门口一站, 就是几个小时, 还会带各种礼物, 让保安转交给我。 保安在我的吩咐之下, 没有说她的任何东西。 不过我担心鱼童看到会误会什么, 便给许生打了个电话, 让她管好许元, 不要再来骚扰我, 否则我就把给她的工作收回来。 许生害怕自己丢了工作, 立即跟我保证许元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了。 那之后, 许元的确没有再出现过。 我妈知道我跟于彤在一起后很高兴, 她本来就想撮合我们, 现在总算心想事成。 于彤的工作能力不错, 做事情干脆利索, 丝毫不矫情。 我怕她太累了, 就让她多休息。 她开玩笑说, 那可不行, 我不想偷懒被你扣工资。 我马上举手投降, 我哪敢扣你工资啊, 小祖宗, 你别扣我零花钱就不错了。 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既开心又充实。 有天晚上, 许元给我发了条很长的信息, 说她妈一直逼她嫁人, 她明天就要跟陈宇结婚了, 如果我愿意跟她复合, 她就不嫁给陈宇了。 我没回复, 直接删除。 此时于彤靠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信息, 抬头问我, 你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吗? 我笑了笑, 有。 于彤的呼吸微微顿住, 以为我对许元还愚情未了。 我亲了下她的额头, 在想我们的婚礼要在哪里举办比较好。 于彤的脸呼得就红了, 谁答应要嫁给你了? 我从身上掏出戒指, 松开了她, 单膝跪在地上。 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。 余生我只想跟你在一起, 彤彤, 嫁给我好吗? 于彤红着眼睛点头, 我愿意。 我激动地把戒指戴在她手上。 两个月后, 我和于彤举办了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。 现场直播, 无数人见证我和于彤迈入婚姻殿堂的这一刻。 许元坐在电脑前面, 看着镜头里面的我, 眼泪就没有停止过, 原本这些幸福都是属于她的, 现在却成了泡沫。 新婚夜, 我问于彤, 老婆, 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喜欢我了? 于彤红着脸蛋, 洋装生气, 抬手捶了下我, 你才知道, 你这个笨蛋。 我抱着她, 就像是抱着了整个世界。 老婆, 谢谢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我, 不然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许元的消息, 她跟陈宇结婚后过得并不好。 陈宇这个人, 本来就好吃懒做, 许元不像过去那样, 总从我这里挖钱给她, 那点工资也不够她花, 两个人经常吵架, 严重的时候还会动手打她。 一直以来, 陈宇只是把许元当成了提款机, 见她没有利用价值, 就本性毕露。 许母不准许元离婚, 说离婚的女人, 就没人要了。 许元只能把哭往肚子里吞, 后面有了孩子, 她就更离不了婚。 五年后, 我开车路过小吃街的时候, 看到许元和陈宇在卖糯米饭, 许元身上还背着一个孩子, 整个人变得臃肿又帅老。 陈宇还动不动就骂她, 让她干活快点。 我淡淡地收回视线, 开车离去。 回到家, 女儿蹦蹦跳跳地朝我跑过来, 我笑着抱起她, 走到餐桌边亲了下鱼童。 辛苦了, 老婆, 我爱你。 好了,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